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开心 今天是我们本节目 《技嘉哈秀》第42集的播出 圣诞快乐 爱的种子的分享 今天有幸请到的 我们的嘉宾是由 侯牧师 侯师母 还有一如既往的 我们的导演Grace 还有我是 一直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Jennifer 我们来分享 圣诞快乐 爱的种子的分享 早在公元二世纪 最早期的教会记录 显示基督徒 曾祭奠和庆祝主的生日 这些记录是有虔诚的 全心奉献给基督的 普通信徒的观察得来的 这些节日刚好和古代的光明节 犹太教节日的庆祝日期重合 当然 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公元221年 赛克斯塔斯 一个生活在公元二世纪 到公元三世纪左右的基督徒 历史学家 在他的历史著作中 将3月25日 作为耶稣的受孕日 这就显示了耶稣的诞辰日 是在12月份 这个记录 通常被当作最早的 有关耶稣生日 是12月25日的证据 圣诞节可能是基于古罗马的农神节 该节日庆祝传统时间 是在12月17日到12月24日 即后多米提安皇帝 故意把农神节改为12月25日举行 圣诞节也可能是基于 罗马太阳神的一个节日来定定的 在274年的时候 罗马皇帝奥勒良 他在12月25日 就制定了这样一个节日 那这节日的意思呢 就是说被征服的太阳 或是无数的太阳 那在公元274年之前呢 这个节日有不同的日子来做庆祝 那传统的太阳节日呢 它被记录在早期的帝国日历上面 有可能是8月8号 8月9号 或是8月28号 或是12月11号 那在新元312年的时候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呢 他就发布了一个叫做米兰勒令 那这个勒令是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 正式的结束 那基督教终于可以有一个合法的地位 在罗马帝国 那并于公元4到5世纪的开始呢 开始基督化了这个帝国 那所以呢 可以说为帝国最后就是 以圣诞节来取代了这个太阳节的节日 那因为耶稣 他在当生里面是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个记录的 所以呢 在圣经虽然没有一个确确的日期 但是由于因为圣经其他文献都提到耶稣的降生 所以呢 就用他有出生的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这个圣诞节的节日 今天本节目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侯牧师和侯师母 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 那前不久呢 侯牧师呢 经历了车祸 那现在还在康复中 很感谢神 他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神大大的祝福的 那我现在想请侯牧师和侯师母 可以分享一下2003年 你们的信仰的见证的经历 回顾一下2003年 因为现在是年终岁尾 我们2003年只剩最后的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请你们二位可以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是侯贵萍牧师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各位见面 当年我曾经是陆军一队的医员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感觉到很奇妙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医生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其实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为什么 使人家我学会谦卑 因为我本来比我太太高非常高 但是现在跟我太太差不多 甚至还矮一点 所以很奇妙 神的恩典在2023 不要说在2023 在任何时候神的恩典都是笼罩着我们 我们非常感谢主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聚会完之后 回到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非常的累 我就想说不要睡着了 千万不要睡着了 后来想说干脆我就走路口好了 走到路口分岔路的时候 他终于睡着了 没有办法 我就忽然听到砰的一声 我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我就吓了一跳 我一看前面有一个人 在我前面大概一两步的位置就散开了 然后我车就停在那边 我一看我车居然开上了所谓的人行道 回到人行道 然后我一看了之后 我就找了一个地方 刚好在旁边有个出口 我就出口下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要再找找看 当初我在发生这个情况下 在哪里发生的 怎么找也找不到 因为我记得有两个电线杆 但是在我旁边有两个电线杆 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是神的安排神的救护 所以神呢 他就是圣经上讲过 神在视为安排天使的搭救我们 所以我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 在神 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危险 但是有惊险 但是没有 神要我们这个 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承受不了的灾祸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那 好失望 好失望来分享 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 不论你在何时 即使在这个岁末年中的时候 你回顾到你今年所走过的 神真的是一路滴满的自由 让我们真的是 就是要欢呼 就是赞美神 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 就像刚才洪牧师说的 他常常累的时候呢 开车常常就是会睡着 常常把我吓了一跳 但是神呢真的是 就是随时就是在我们四周安盈 在我们四周保护我们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感谢神 那今年2023年呢 即将过去 但是我们也是 真的是要感谢神 不论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啊 或者是这一个 我的小孙女啊 他们真的是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只要平安健康 我们就真的是 能够欢呼赞美神 真的是 这个是我今年所要说的就是 不论我们遭遇何时 或者是有什么困难 但是呢 神给我们的 一定让我们能够承受的 我们还是感谢他 是的 其实2023年对我来讲呢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年 为什么 我们记者哈秀节目的开始 对 那也很感恩 很感谢神 在今年 虽然我们可能都经历到 不同的事情 也经历到一些困难 但是呢 都是 神都是这样子平安的 带领我们走过 那不只家里面天丁 还有我们的节目也开始进行 那也开始在教会里面 发生了神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发生 更看见在周遭现在华人 很多人开始进入教会 特别是那些走线过来的困难的那些的华人 他们虽然在很辛苦的过程经历到生死 但是最后他们愿意来依靠神 那我觉得2023年呢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年 为什么 是我们经过了VIVUS之后 比较算是安定的一年 虽然现在还有一些VIVUS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中标啊 哎呀不行啊 我现在不能来教会啊 我生病啊 不能去上班 但是没有之前的那么的严重 那么的困难 但是虽然经历到这些日子里面 开始思想到 很多人就跟我说了 奇事路是不是开始要发生了 是不是奇事路的那些事件要开始临到的 是不是事件末日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每一年 神有奇妙的呼召及恩典 那对基督徒也是 虽然在生命当中 我们看不到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成果 就好像我们还在修行 道路当中还在修路 很困难 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从来神也没有离弃我们 这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事情 是的 感谢三位的分享 那反正就是其实如果数算 20将过去的一年 神对我们的恩典 其实是我们这里 这个半个小时是不够讲的 我们只是讲了生活中的一小段 那我也想请三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爱到底什么是爱 爱的种子是什么 在基督里什么是爱 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特别提醒 很重要 爱神爱人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神先爱我们 我们才能爱神 因为神创造了我们 目的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享受 祂所创造的一切 这就是神的爱 神把最好的都准备好了之后 才造人 这就是神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来讲的话 祂是无畏不至的 就是说当你认为说 不可能的时候 你就发现神就在你旁边 很多时候就是碰到最危险的情况下 像刚刚讲的那个车祸的情况 虽然没有车祸 我车子完全没有受到损失 车子完全的就是说 只听到砰的一声 我醒过来了 但车子完全没受到损失 神在提醒你 你要醒来 你要醒来 是醒过来了 而且没有撞到前面那位 就是在那边 有一个墨西哥人 还好没有撞到他 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 神爱我们 祂是爱的真是无畏不至 说实在是比我们父母还爱我们 所以爱是很久的忍耐 又有恩慈 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就像格林多前述告诉我们的一样 的确是这样子的 还有就是圣诞节 其实是我个人也是信主 当然跟牧师比起的时间是很短了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 作为我们基督徒 圣诞节对我们来说 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和复活节一样的有意义 一样的有意义 我再分享一下 如果你说谈到圣诞节来讲 我们教会就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安排了一个戏剧节目 演完之后 主要是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演完之后 有二十多位觉智 愿意接受主 感谢主 是神的恩典 这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完全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 神在创世以前 就已经开始简许人了 就简许到阿兰的计划做 一步一步的 这些人一步一步的就在我们面前出现 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祂救主 感谢赞美主 我听到洪牧师的分享 很渴望说洪牧师可以把他们这个教会 编排的这个舞台剧 是不是舞台剧 可以那个也不单单就在自己的教会 也希望可以就是分享到别的教会去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不好洪牧师 好的 他那一天就说在圣诞夜的时候 他所编的这个剧 其实去年也有演过 但是今年 这些临时演员吧 其实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刚才Grace所说的 走线的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真的是很渴慕神 然后他们也当了临时演员 然后去演这一出剧 结果下来牧师呼召的时候 二十多位 他们都到台前来 我真的是吓呆了 一下子这么多人 真的是很感动 而且他们对神话语这么渴慕 而且一呼召 他们马上就说 这个礼拜一可不可以来上受洗班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们的福音是很多 就是说我们要努力的去传 随时的去传 因为其实很多很渴慕 他们在心目中 就很渴望有一位神来带领他们 只是他们没有接触到 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来传福音 其实圣诞节的意义最重要就是耶稣的降生 那耶稣为什么降生 他其实就是一个神的一个爱的种子 对如果是没有耶稣的降生 就没有后面的救赎 也没有后面的复活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全世界 不只在美国或是西方国家 连亚洲都开始庆祝圣诞节 哪怕他是一个佛教国家 他还是庆祝圣诞节 我觉得这是值得感恩的事情 因为让世人看见耶稣他的救赎 因为他的爱 让每个家庭可以开始融合 你看圣诞节很多成为一个国定假日 然后家里面的人就开始聚集 朋友一起去吃大餐 虽然感觉上是很欢乐 可是他却融合了人跟人之间的 很深入的关系 感谢主 那圣诞节我们刚刚过去两天 今年2023年圣诞节刚刚过去两天 也想请在座的这个洪牧师 侯师母还有Grace分享一下 今年的圣诞节你们是怎么过的 好 侯师母先分享 好 今年的圣诞节 我们除了就是说 在教会有一个这个话剧以外 那我们也到了我们的这个 就是亲戚啊 我们所有的这个亲戚呢 就聚在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我们来庆祝 就是准备一些丰盛的这个晚餐 所以我们教会玩 我们就赶过去 有一个family大家的聚集这样子 也是大家一起同乐 那Grace今年你是怎么样 过得你的圣诞节 其实今年真的是圣诞节 我没有什么睡觉 因为我们教会在礼拜一天要聚餐 所以呢我礼拜六的时候我就熬夜 熬夜做了一大锅的油饭 然后第二天教会就开始聚集 就是庆祝啊 当然有唱歌 有表演 有舞蹈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牧师也会分享到意义的 就是圣诞节的意义 那在这当中呢 看见每一个人都很快乐 甚至很多的弟兄姐妹 甚至还为信主的 他们一起来庆祝这样子 庆祝耶稣的诞生 所以那但是在25号那天呢 其实因为前一天太累了 都没有睡觉 所以呢就开始补眠 那都是跟先生在家里面就好好的休息这样子 那我也是分享一下我的圣诞节 我在圣诞节前一个礼拜非常非常的忙碌 刚好我大陆的朋友和客人也有在这里 所以忙到就是真的是有点力虚拖的感觉 但是我是觉得神赐给我的职责啊 他会让我永远会承受累但是是幸福快乐着的 所以在圣诞节那天呢 因为我们我是在我们教会的师班 我们连续几周排练 圣诞节的比较大型的歌曲啦 圣诗的歌曲和平时唱的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我们已经连续练了几个礼拜 那我们同时呢教会要求 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 一个家庭都可以带一道菜来 那我最后实在是没有时间做的菜 我就在餐馆order的那个麻婆豆腐啊 两份麻婆豆腐过去 那本来答应弟兄姐妹要做的糖水呢 也没有时间 完全没有时间做 因为来不及泡了嘛 要提早24小时泡水啊 再煮什么的 所以就没有做 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呢 我们吃了差不多有20多道菜 我们教会那天平时是四五十人 但那天教会的基督徒家庄木道友 还有朋友们邀请了朋友的朋友来 大概有一百多人 我们一起呢吃了一个丰盛的圣诞大餐 我们其中还有帝王谢 还有朝地王谢 还有虾还有等等的 各种真的是吃的东西是太多太多 撑的都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我要减重了 因为从圣诞节开始 一直在吃糙的过程 那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来欣赏我们的表演和节目 我们在台上 我感觉是真的那个圣诞节 平时和师班的请拜 真的是不一样了 不知道是因为在圣诞这天 比平时唱的是更有激情 还是更有意义 那我一直在咳嗽当中 但那天在台上呢 没有咳嗽 很感谢神 那我们还有抽奖 大部分人都拿到了奖品 还有拿到那个钱的 小小的钱的礼带 所以弟兄姐妹是觉得 是时候很开心 说在耶稣基督诞生的这几天日子 我们普天同庆 在庆祝的同时 同时我们再享受 神赐给我们丰丰盛 精神的食量和物質食量的食量 很感謝神 感謝神 我稍微分享 就是說在我們教會 我們剛開始先禱告 然後在敬拜讚美之後才有短句 然後那個牧師呢 我們的主人牧師他有短講 相當不錯 就是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配合得很好 耶穌誕生 耶穌是我們最大的禮物 是 對 這樣我想起來我們的主人牧師 陳牧師和師母呢 陳牧師和師母還一起唱了一首歌 那陳牧師是彈吉他 和牧師和師母一起唱這首歌 就叫一件禮物 一件禮物 對 這個真的是耶穌基督就是上帝 給我們的一生當中最大最好最美的禮物 對 那也想還有那個想 就節目的時間我們也有限 想請三位再分享一下 是說我們在 那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在人生當中 也會遇到啦 工作上 家庭上 還有人際關係上這些問題 那我們作為我們基督徒 是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困難的呢 我想問題都會產生 但當我們是 就是說我們是跟隨主的人的時候 我們要以主的榜樣為主 我們就要學會很多事情 學會忍耐 學會 最主要是愛 當你有了愛的時候 你就發現 那個就是說 哥林多前述二十三章所說的那些 基本上來講 你都能做到 都能做到 我想 假如我們以這種方式來處理的話 就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心意一定要想的一件事情說 就像真言三章五節六節所說的 要專心養來言和華 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一切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我每次在這個回家路上 我剛講說很容易睡著 所以我那時候就趕快就唱 一首歌 就是要依靠主 那首歌 他的副歌是這樣 要依靠主 專心靠主 在一切事上要認定主 他必指引你的路 要依靠主 專心靠主 在一切事上要認定主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依靠主 交通給主 就不會有問題 感謝這個洪牧師的分享 謝謝感謝主 那Gris在這個過去的 即將過去的一年當中 我想也有非常非常深刻的體會 無論是在職場上 在工作上 在家庭工作上 也有非常非常體會 那我想請Gris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樣去突破這些困難的 其實我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都會先把自己安靜下來 然後好好的禱告神 有時候就可能禁食 有時候就是可能通宵禱禱 有時候我就是可能就走路行走禱禱禱 然後我就不斷的先跟神親近 然後先去停看聽 到底這個事情神要怎麼處理 覺得我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那其實在今年呢 我遇到了幾件事 其實是很難過的事情 我曾經輔導了一個教會的弟兄 那因為他 其實他因為有處理到 就是涉及到一些法院的事情 還有一些案件 但是其實如果按照我們所瞭解的 其實也不是他的錯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美國的生活裡面 當然因為不同的種族 就有不同的形式方式 也有不同的看見 那可能文化的不同 就容易造成一些衝突 那他因為也幾次的陪他 我跟我的家人 就是我先生一起陪他去法院開庭 那也希望他能夠得到 從神得到那邊鼓勵跟幫助 那在後面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我也沒辦法一直去輔導他 可是他最後 因為他就開始自殺 他自殺好幾次都沒有成功 所以他媽就打電話說 去醫院看他這樣子 我跟我先生也去醫院看他 然後希望可以跟他成為很好的朋友 然後心很寬敞 然後可以好的就是聊天這樣子 我們也不想跟他壓力 可是當他最後 他實在受不了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開始說醫院了 他說 希望我能夠照顧他的弟弟 跟他的媽媽 然後他說 如果這一次神沒有讓我死掉 那就表示我以後都不用死了 如果這次死神讓我死掉了 那就是Grace你要照顧我的家人 然後我就說不會 你不會死的 神愛你真的不會死 可是沒有想到他意志太堅強了 他就真的是就把自己Over了 但從這件事情我一直反省 我一直問神 我說神啊 你為什麼要讓他就這樣走掉 你是可以改變的 你是可以讓他可以不走的 可是你知道後來神給我一個答案是 他求 他跟神求 他跟神呐喊 他說他就是要 要 所以這個就是 不是我們 我們能夠去批判的 也不是我們能選擇的 但是 但是這是難過的一面 但是也很感恩的一面就是 神讓我看見 每一天都是神蹟 每一天都有神的禮物 雖然我們有時候還是活在困難當中 但神他就是說 你要看見我為你成就大事 就像四篇二十三篇裡面 神也說 他會帶領我們在我們敵人面前 我們白色宴席 神也會祝福我們的 所以真的是不要失望 不要對生命失望 也不要對生命覺得 好像走不下去就把自己解決了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希望在未來的一年 每一個人都是快快樂樂的 每一個人能夠享受到神那個愛 神在裡面的愛是你無法想像的 你要去把握 你要去看見 你要去體會 你要去嘗 這是我一個勉勵 本單元聖誕快樂 愛的種子的分享 那個侯牧師 侯師母還有格爾斯的分享 真的是太棒了 我從他們的分享當中 可以看到神對他們的帶領 和他們的引領 也從他們的當中 可以看到說 神對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寄予祂的期望 希望我們在世上 可以做祂的光和祂的眼 那感謝他們的分享 他們的分享 我希望能夠帶給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極大的鼓勵和激勵 很感謝神 因為神對我們的愛 我們對人生的態度 是可以不一樣的 或許我們都在人生的不同的階段 但是我們可以去學習 和享受神 所賜給我們的生命的意義 我們為什麼活著 因神愛我們 不管我們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 神對我們的愛都是不離不棄的 讓我們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可以勇往之前 努力不懈的去遵求人生的夢想 有神的同在 我們的生命是被神祝福的 感謝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收看我們的節目 也請各位弟兄姊妹 持續的支持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在螢幕上 有一些捐款的帳號 那也請弟兄姊妹 能夠支持 也為我們鼓勵來奉獻 很謝謝你們 歡迎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得物比得救 歡迎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下次再見 雞雜哈秀 拍讓我們四分之一 拍一拍 拍一張的小拍 AX 拍手 拍手 解機間的電視機 更多 ά祖 的動作 拍手 拍手 五運 谢谢观看